你們這麼害怕疫苗的報告 列入正式的報告嗎 全民多麼想要知道這件事情 你們這麼害怕嗎 除了紓困其實百姓更動物 那就是列進來就好啦 問這是我們的管理啊 民眾多戰獲疫苗什麼時候會來啊 你們到底了不了解 院長現在國民黨團 民眾黨團跟時代力量黨團 其實都是希望有這個疫苗轉保 是不是院長可以幫忙協商一下 疫苗採購 我沒有辦法 你是在害怕什麼 沒有那麼害怕 你這麼害怕講跟院長講 你是拿這個Bag 預算是不是 Bag 紓困是不是 Bag 疫苗採購的情形嗎 你不要指控啊 你不要用專案報告去Bag 預算嘛 就是拿疫苗再Bag吧 一起來對抗疫苗 一起來對抗疫苗 主席 我們召開臨時會的目的 當然紓困是很重要 但是現在全民更關切的是疫苗 所以我建議在這個專案報告裡頭 除了這個 預算案以外 再加一段 就是 就是 報告這個我國現在疫苗要採購 及施打的這個計畫 對不對 就讓全民了解嘛 雖然我們柯總召有說啊 平常什麼衛福部開記會什麼都有在問啊 但是立法院是國會啊 才是行政院應該報告的地方 我們是 立法權嘛 那媒體是第四權嘛 全民都非常 關心這個疫苗的情況 有疫苗比紓困還更重要 是不是 所以 我們 難得開臨時會 而且是重大的 就是 這算是重大的議題啊 全民關心議題 要讓 這個行政部門來國會報告 讓大家了解清楚 知道怎麼來協助政府 怎麼來互相合作 趕快取得疫苗啊 那我覺得在後面再加碼 反正一個報告裡頭 想要想兩件事情 可以正式的報告也是有必要的 這個喔 那先中文 一傳裡面 包括所有的一切的 包括疫苗採報 包括施打計畫 我們特別指出來 強調他的重要性 難道柯總召覺得 疫苗採購不重要嗎 一句說話 涵蓋裡面 不管是 特別講出來啊 因為 主委長被刑的時候 乃至於委員會的時候 委員怎麼問不管嘛 我們要強調我們立法院 對這個疫苗採購的重視嘛 一問 成答案就結束了 這個不是 柯總都可以替行政院長回答的啦 我們立法院就是 我們自己主張的權利啊 這個立法院 大家這個 commer sense 一問就 我不知道 會不會一問就知道嘛 你可能知道 因為天天跟總統在一起 跟行政院在一起 你可能一問就知道 我們可能怎麼問都不會知道嘛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所以更需要問啊 也是 這樣子 不是 我是說 我們請他報告的題目 我們需要官方正式的 正式的報告嘛 你們這麼害怕 疫苗的報告 列入正式的報告嗎 全民多麼想要知道這件事情 你們這麼害怕嗎 除了紓困其實 百姓更重視 完全沒有 不要再這樣搞 那就是你進來就好啦 你問這個一問啦 你這裡面很多題目 你現在這個 問問這是我們的管理啊 問題是寫起來是 難度行政院的要求啊 本來就是你質疑的範疇嘛 是 但是我們要求他報告 到底是我們的權利嘛 民眾多占負疫苗什麼時候會來啊 你們到底了不了解 院長現在 國民黨團 民眾黨團 跟時代力量黨團 其實都是希望有這個 院長 是不是院長可以幫忙協商一下 對啊 好接下來我們就請會同招 其實這個立法委員在議場要問什麼都可以 對啦 這個你你你你你只要不要問他他私人生活 如果私人生活牽涉到公共公共政策 那當然也可以問 其實這個題目裡面啊 我倒是這樣具體建議啦 因為我們我我的認為當然有包括疫苗採購 你也可以問當然可以問啊 那我們乾脆多加幾個字啦 那個這個柯總召位建議的 就是二 郭虎裡面中央政府嚴重 特殊傳染 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採購狀況 頓點好了 採購及疫苗採購狀況 然後及紓困陣型的 這樣子就比較完善 好不好 這案子不是這樣 這案子喔 這案子喔 法律案子不是長這樣 你這樣我懂 加在後面 加在後面 我再講一下 或者啦 或者啦 法律不是算起來 老科律 聽我講完啦 或者 或者是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 傳染性肺炎防治 或者是郭虎 請 請 郭虎 集 這個 疫苗採購狀況 然後 郭虎集 下面 一樣 好不好 應該是這樣啦 或者寫在後面啦 我之前 我們現在開始 今天 我們現在開始 比較理性問題裡面的探討 啦 哎呦 百姓想知道什麼 可以打疫苗 你一直怕被報告 疫苗採購 你竟然你是在害怕什麼 沒有 你這麼害怕 講害怕的問題嗎 你們要把 你們現在的問題 復兆要杯葛預算 來來來來來 你們是要杯葛預算嗎 你們不想讓百姓 知道疫苗採購到什麼地步嗎 是拿這個杯葛預算是不是 你們不要杯葛預算 杯葛困是不是 你這杯葛疫苗採購的情形嗎 你這 你這杯葛 你不讓百姓知道疫苗採購的情形嗎 你不要用專案報告去杯葛預算嘛 什麼杯葛預算 要求專案報是我們的權利啊 你們不要自己當作行政院立法局 所以我說你不要拿這個 簡單問題復雜化吧 就加一句就好啦 總共講怕什麼 怕什麼 寫進來 那杯葛什麼 你要杯葛什麼 我們要求要 百姓想知道 百姓想知道什麼時候有疫苗 打算怎麼打 就是拿疫苗再杯葛嘛 疫苗就陸續進來了啦 全民都要疫苗好不好 不要假疫苗真杯葛嘛 你們不要假裝 要紓困 然後真的 好 虛擬五分鐘 又有人會藏疫苗啦 你都怕報告 你是刑困 不要故意杯葛預算嘛 你不要故意 杯葛輸款嘛 只是拿疫苗來炒而已嘛 為什麼不敢寫進來 為什麼不敢寫進來 那為什麼 全民知道有什麼好害怕 為什麼不能順利審預算 怎麼不能順利審 多一個報告 多一個會怎樣 你是立法局 不要 先講一下 請 這樣好不好 我先把今天我們藝術處 已經擬出來的結論 那我先讀一下 大家如果有意見要增補的話 我們來增補這樣好不好 我們就計較在這裡 好 來 立法院 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10年6月7號星期一上午9點 地點在紅爐山林歐非市 決定事項 一 各黨團同意至6月7日星期一下午至6月18日星期五 召開第三會期第一次臨時會 6月7日星期一中午舉行程序委員會 6月7日星期一下午舉行第一次會議 並以6月8日星期二 9日星期三為一次會 6月10日星期四 11日星期五及15日星期二召開委員會議 6月16日星期三 17日星期四 及18日星期五為第二次會議 2 貶制臨時會處理之拓定議案為行政院行情審議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證刑 及紓困證刑特別預算第三次最佳預算案等案如護件 3 貶制臨時會第一次會議 6月7日星期一下午僅處理報告事項 6月8日星期二及9日星期三邀請行政院院長 主記長財政部部長及相關部會所長列席報告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證刑特別預算第三次追加預算案 編制經過並被執行 執行人數由民進黨黨團推派25人 國民黨黨團推派16人 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各推派2人進行 為參加黨團委員得優先發言 執行順序一例授權預示處處理 上訴名單請於6月7日下午5點前送到議書處會長 議案詢答完畢後即交審查 各黨團同意不提出呼籲 4 各黨團同意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證刑特別預算第三次追加預算案 不受議案協商能動機制限制 以本次臨時會完成三讀程序 各黨團同意不提出會議 這樣 我先讀完畢 那就看大家的意見 沒有意見 我有兩個意見 院長 我跟你報告 決定事項的第三大項 就是邀請行政院長 主計長 財政部長 及相關部會首長 具體要求增加衛福部的部長 增加衛福部的部長 還有勞動部的部長 衛福部勞動部長 因為這都會跟他們牽涉有關 第四大項 最後一句話 本次臨時會完成三讀後 各黨團不同意 同意不提出複議 這一點我保留 好 主席 我們召開臨時會的目的 當然紓困是很重要 但是現在全民更關切的是疫苗 所以我建議在這個 專案報告裡頭 除了這個 預算案以外 再加一段 就是 報告這個我國現在疫苗 要採購及施打的這個計畫 對不對 就讓全民了解 雖然我們柯總召有說 平常什麼衛福部開記會 什麼都有在問 但是立法院是國會 才是行政院應該報告的地方 我們是立法權 媒體是第四權 全民都非常關心這個疫苗的情況 有疫苗比紓困還更重要 是不是 所以我們難得開臨時會 而且是重大的 就是 這算是重大的議題 全民關心議題 要讓行政部門來國會報告 讓大家了解清楚 知道怎麼來協助政府 怎麼來互相合作 趕快取得疫苗 我覺得在後面再加碼 反正一個報告裡頭 要想兩件事情 而且正式的報告也是有必要的 這個 一段裡面報告所有的一些 發疫苗採報 發施打計劃 我們特別指出來 強調他的重要性 難道柯總統覺得 疫苗採購不重要嗎 一定是在涵蓋裡面 不管是 特別講出來啊 因為 因為 主委員長被刑的時候 乃至於委員會的時候 委員怎麼問不管嗎 我們要強調我們立法院 對這個疫苗採購的重視 一問 成答案就結束了 他要講很清楚 這個不是 柯總統可以替行政院長回答的 我們立法院就是我們自己主張的權利 大家這個 一問就 我不知道會不會一問就知道嗎 你可能知道 因為天天跟總統在一起 跟行政院在一起 你可能一問就知道 我們可能怎麼問都不會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所以更需要問啊 也是 不是 不是 我是說我們請他報告的題目 我們需要官方正式的 正式的報告嘛 你們這麼害怕 疫苗的報告 列入正式的報告嗎 全民多麼想要知道這件事情 你們這麼害怕嗎 除了紓困其實百姓更中心 那就是列進來就好啦 那就是列進來就好啦 你問這去問啦 你這裡面很多題目 你這個疫苗 問題是要問這是我們的管理啊 問題是寫起來是 難度行政院要求啊 本來就是你質詢的範疇嘛 是 但是我們要求他報告也是我們的權利嘛 民眾多占貨疫苗什麼時候會來啊 你們到底了不了解 院長現在國民黨團 民眾黨團跟時代力量黨團 其實都是希望有這個疫苗轉保 是不是院長可以幫忙協商一下 對啊 接下來我們就請會同招 其實這個立法委員在議場 要問什麼 都可以 對啦 這個 你 你只要不要問他 他私人生活 如果私人生活牽涉到公共平 公共政策那當然也可以問 其實這個題目裡面啊 我倒是這樣具體建議了 因為我們 我 我的認為 當然有包括疫苗採購 你也可以問 當然可以問 那我們乾脆多加幾個字了 這個 柯總召位建議 就是 二 郭虎裡面 中央政府嚴重 特殊傳染 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採購狀況 對 頓點好了 採購 及疫苗採購狀況 然後及紓困陣型的 這樣子就比較完善 好不好 這個案子 還一個案子 不是長這樣 你這樣我懂 加在後面 我再講一下 或者 或者 聽我講完 或者 或者是中央政府 有嚴重特殊傳染 傳染性肺炎防治 郭虎 請 郭虎 及 這個 疫苗採購狀況 然後 郭虎及 下面 一樣 應該是這樣 或者寫在後面 我之前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現在開始 今天 比較理性問題裡面的探討 唉唷 百姓想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打疫苗 你一直怕被報告 疫苗採購 你竟然你是在害怕什麼 沒有 你這麼害怕 講害怕的問題嗎 你們要把 現在把他講清楚 你們現在的問題 複雜要杯葛預算是不是 你們是要杯葛預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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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杯葛預算 杯葛困是不是 你這杯葛疫苗採購的情形嗎 你這 你這 你這杯葛 你不讓百姓知道 疫苗採購的情形嗎 你不要用專案報告去杯葛預算 什麼杯葛預算 要求專案報是我們的權利啊 你們不要自己當作行政院立法局 所以我說你不要拿這個 簡單問題複雜化吧 就加一句就好啦 就加一句 怕什麼 怕什麼寫進來 你要杯葛什麼 你要杯葛什麼 我們要求要百姓想知道 百姓想知道 什麼時候有疫苗 打算怎麼打 就是拿疫苗再杯葛嘛 疫苗就陸續進來了 全民都要疫苗好不好 不要假疫苗真杯葛嘛 你們不要假裝 要紓困 然後真的把疫苗採購 好虛勤五分鐘 又有人會藏疫苗 你都怕報告 你是行為人 不要故意杯葛預算 你不要故意 杯葛輸款嘛 只是拿疫苗來炒而已 為什麼不敢寫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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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知道有什麼好害怕 為什麼不能順利審預算 怎麼不能順利審 多一個報告 多一半會怎樣 你是立法局 要不要 誰要 先講一下 請 請 感谢观看